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700多间房舍时瞬间被震垮 死亡人数也超过1000人 历经两次大地震后 镇固砖墙成了大大手手石块四散满地 已经看不出房屋原本的样貌 居民从十凤中勉强找出家当 这里是阿富汗西北部城市赫拉特 7号刚发生规模6.3强震还没来得及重建 11日又有规模6.3的地震 家直接没了 他们在身边的身边都是 具体力量的 但是我们有浮温的地方 我们跟随地浏在秘密之间 世界上的火屋也没有 跟随地浏在山上 我们讲到延楼上的地热 然后从ors通过一圈 我沒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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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露宿街頭 蓋上統一發放的棉被 這就是房屋重建前暫時的家 阿富汗舊災管理事館 遠曾表示 地震超過2000人死亡 但災區地處偏遠 加上重複通報 政府將死亡人數下收至1000人以上 受傷人數值得超過2000人 7號強制哈克村700棟房舍 還沒被震垮 11號不堪大地震再清洗 全倒光成了廢墟 居民面臨沒得吃沒得住的總境 就怕還有餘震 不少人只敢睡在戶外 畢竟家想要恢復原狀還遙遙無期 TV新聞綜合報導 以色列跟哈馬斯的戰爭 也牽動了東亞的政治局勢 南韓國防部長就針對 之前跟北韓所簽訂的919軍事協議 提出應該要儘快廢止 理由是這項協議使得南韓沒有辦法 透過監視體系來應對北韓挑釁 南韓就擔心平壤會像哈馬斯一樣突襲首尾 而這已經不是尹錫悦政府第一次做出類似的表態了 在今年年初北韓也派遣無人機入侵南韓里空 而當時尹錫悦就曾經考慮要停止這份協議 而目前以色列是加重火力繼續轟炸加薩走廊 讓加薩當地是電力中斷 醫院裡面人滿為患 當地陷入一片漆黑 加薩記者就形容 現在巴勒斯坦人是徹底的被種族滅絕 紅樓一聲巨響 以色列空襲加薩不手軟 當地民眾的媒體嚇得多 到地下室避難 就連加薩伊斯蘭大學也無能幸免轟炸 發射曼塔赫遠程火箭 以色列加大火力強勢轟炸加薩走廊 更展開斷水斷電斷糧斷燃料的包圍行動 讓加薩地區從11號開始陷入一片漆黑 以色列對加薩多地發動空襲 包含賈巴利亞沙地東北部拜特哈農等地區 跨業襲擊超過70個目標 沒水沒電狀況繼續轟炸 加薩多座民宅學校甚至醫院天亮了全變成這副模樣 根本被扎到搞不清楚建築物原本的模樣 好不容易走回加州停電一片黑 滿地都是凌亂磚瓦 再往醫院走大量傷者湧入 不少孩童也都受傷 藥品物資快無法供應 加薩面臨無電可用的窘境 以色列反而在加重炮火 無辜的還是平民百姓 Tuber新聞綜合報導 而尾巴衝突發生至今已經六天了 光是在以色列就有超過1300多人喪命 不過現在以色列政府就坦承 確實是出現四大關鍵失誤 包括過度依賴監聽設備跟監聽系統 還有輕易相信哈馬斯沒有戰鬥的意願 才會導致重大傷亡 又有西方記者在以色列奪火箭彈 這次輪到比利時VTM電視台的採訪團 連線做到一半聽到空襲警報 記者只好趕快就地找掩護 沒想到還有以色列消防隊員 直接趴到鏡頭前 他原本還有心情說笑 只是當遠方不斷傳來爆炸聲 消防隊員臉色一沉 只能大大的嘆氣 哈馬斯接連兩天 針對以色列南部港城阿什克隆發動空襲 儘管有以色列空軍升空戒備 還有鐵重防空系統攔截 卻還是阻止不了火箭彈落地 生活受影響的當然不只有阿什克隆而已 這幾天以色列各地都能看到挖土機 正在挖掘墓地 畢竟以發衝突發生六天 光以色列就有超過一千三百人喪命 現在以色列政府坦承 他們犯了四大錯誤 包括沒能監控哈馬斯關鍵通訊 過度依賴邊境監視設備 加上指揮官集中邊境基地 導致指揮系統混亂 還有輕易相信哈馬斯沒有戰鬥意願 只是再多的檢討和反省 恐怕都難以撫平以色列人 失去親友的痛 TV訊息這麼不懂 現在有越來越多 以巴雙方交戰的細節流出 傳出哈馬斯手段很兇殘 連嬰兒都不放過 以色列方面 目前現在鎖定 哈馬斯的幕後藏進人 要將他一舉見面 軍人扛著蓋著黑布的單架 從廢墟中走出來 這又是哈馬斯入侵下的犧牲者 在這附居上有一個大附居 在這附居中 有一個大附居中 有一個大附居中 以軍來到剛收復的一座南部農村 卡法阿札 眼前看到的卻是宛如大屠殺般的景象 英國Sky News記者說 現場有大量婦孺 長者遇害 甚至連嬰兒都無法倖免 就算能在浩劫中倖存 這樣經歷生死交官的記憶 恐怕會讓以色列人永遠無法忘記 我希望我們能治療 對於哈馬斯的暴行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下重話 要消滅每一位成員 每一位哈馬斯是個子 哈馬斯是德爾斯 我們保持他 我們保持他 以色列所定的目標 是有哈馬斯藏經人稱號的戴夫 現年58歲 在1987年加入哈馬斯 並創建了卡薩姆旅 專門挖地道和製造炸彈 他宛如九命怪貓 因為以色列曾試圖暗殺他七次 卻都失敗 不過他也犧牲了雙腿 手臂和單眼失明 以色列國防軍曾兩度試圖 暗殺哈馬斯軍事領導人 穆罕默德戴夫 不過他都逃脫了 外媒還報導 因為戴夫從不使用現代科技 所以行蹤不明 以色列想要消滅他 恐怕沒有那麼容易 TPP的新聞綜合報導 而許多以色列的西方盟友 現在是高調表態 像是英國的外交大臣科維利 他就前往以色列南部去拜訪 不過卻碰到哈馬斯發射火箭彈 只好趕快躲進室內避難 而至於美國方面 美軍的軍員彈藥已經抵達以色列了 而且白宮也在考慮 要派出第二艘的航空母艦 空襲警報大響 一群人小跑步趕緊躲進室內避難所 這一行人就是正在以色列南部歐發金 訪問的英國外交大臣科維利團隊 科維利事後也將這段影片PO上網 表示這是現在以色列人面臨的日常 我正在這裡來表現你和你 人們的民眾 跟你們聊天 如何我們能保持平革 和安全 給你的國家 他更是搶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一步 在週三抵達以色列 成為尾巴衝突爆發後 第一個趕赴以國聲援的西方大國高官 由於以色列從北到南 全國空襲警報再度作響 英國航空宣布 暫停所有飛往台拉為服的航班 而另一個高官正準備搭機前往以色列 在美國國務卿飛往以國之際 除了以軍和哈馬斯陸空激戰之外 一場政治口水戰也打得轟轟烈烈 俄羅斯總統普欽更嗆一巴衝突 是美國中東政策失敗的明顯案例 只是美國的盟友日本沒有和英美 共同譴責哈馬斯 反而不選邊站 日媒分析這可能跟能源考量有關 因此當局採取中立的外交路線 TBBS新聞綜合報導 泰國總理賽塔最近訪問了馬來西亞 跟首相安華會面 討論兩國的共同利益 兩個人是回顧了雙邊關係的進展 特別是在貿易、投資和邊境安全方面 以及開拓新領域的合作 像是網絡安全、綠色跟數位經濟 而賽塔這次的訪問會進一步強化馬來西亞 跟泰國已經建立的良好關係 而至於中日關係 最近是因為日本排放了核廢水 所以陷入緊張 也使得大陸國內的反日情緒高漲 在山東一所高中的運動會上 有學生演出了安倍晉三遇刺的場景表達抗議 也讓日本網友非常不滿 大陸中學生在操場上演出短劇 穿著黑色西裝的學生 扮演的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在站上椅子上後 這一幕現場嗨翻 扮演槍手的學生 兩度上前做出開槍的動作 之後學生拉起的紅布條 上面寫的是 兩聲槍響屍骨寒 污水排海以後歡 現場響起寬屋聲 卻沒有教旨人員上前制止 這是山東一所高中所演出的反日短劇 畫面在抖音等平台流傳後 讓日本網友炸鍋 還有多家日本媒體報導了這起風波 當地教育單位目前已經要求 學校調查通報 而大陸微博上則是反應兩集 有人認為愚蠢無知 也有人說這是正義的學生 我認為這不是很好的 所以可能有些其他方法 會更好 日本核污水排放導致中日緊張 陸媒人持續報導後續效應 大陸官方同樣高度緊盯 日本第二次排放污水的進度 國際原子能機構秘書處 擬於下周在福島組織開展 海水樣本採集 及實驗室間分析比對活動 這本質上仍然是機構秘書處 根據與日方雙邊安排開展 日本啟動核污水排放已經近兩個月 儘管大陸專家 將隨同國際原能機構的專家 共同到福島第一核電廠調查水質變化 但中方認為這仍非有效安排 TPP的新聞綜合報導 大陸在今年3月份 出手斡旋沙烏地阿拉伯 跟伊朗恢復外交關係 也展現了北京在中東外交上的影響力 不過現在尾巴衝突上 態度卻非常的低調 邀請敏珍來告訴大家 大陸方面到底在盤算些什麼呢 巴勒斯坦武裝團體哈馬斯突襲以色列 已經造成超過900名以色列民眾上升 對此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方高度關切 尾巴衝突 敦促各方停火 北京願與各方保持溝通 力促中東的和平 那麼截至11號中午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還沒有對此議題做出表態 路透社報導 大陸的態度是已經引來 美國和以色列官員的批評 部分的評論是認為 大陸的態度是減少北京成為 中東地區中立和平斡旋者的自詩 也顯得北京在中東的外交雄心有所局限 那麼荷蘭的學者在接受 路透訪問時就表示 當前中方對尾巴衝突的態度 確實是讓北京位居中東要角的相關 宣傳論調出現了漏洞 北京的外交向來是閃避風險 而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衝突 讓北京外交官是處境尷尬 尤其北京向來是支持巴勒斯坦人 又和以色列盟友美國是對手關係 那麼北京長期他不干涉的政策 有時候會和中國大陸在世界舞台 扮演強權角色的目標起衝突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中國研究院院長 曾瑞生也提出評論 他認為習近平領導的大陸 希望在中東世界受到敬重 但終究是不願意處理真正棘手的區域問題 那麼譴責哈馬斯 可能潛在造成北京和俄國伊朗對立 華府智庫學者就認為 哈馬斯幕後的支持者是誰不明 那麼很可能是大陸的夥伴 俄國會因為美國受中東問題分心而得利 伊朗也被西方媒體點名 是長期支持哈馬斯 如果北京譴責了哈馬斯的攻擊 那麼大陸就肩負起採取行動的義務 最近大陸有兩位女性受到熱烈的討論 一位是有跨欄女神稱號的吳彦妮 另一位則是代表香港參加 國際小姐選美的梁婷欣 邀請明珍來告訴大家 這兩位到底特別在哪裡 杭州亞運剛落幕各國都有許多金牌英雄 在大陸卻有一位違規的選手討論的流量 是比許多金牌運動員還要多 那就是跨欄選手吳彦妮 吳彦妮她在杭州亞運的時候 因為搶跑是痛失了銀牌 成為亞運田徑賽場上宣騰的話題 不過相較於國內外媒體的惋惜 網路上是充斥不少刺耳的聲音 例如有人說搶跑就搶跑 要光明正大的承認 甚至還有人幸災樂禍說輸得好 為什麼一次搶跑會讓吳彦妮 承受那麼多的非議 那麼陸媒報導這樣的惡評 其實並非源自於一次搶跑 翻開過網所有和吳彦妮相關的報導 總是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 例如今年的成都世大運 26歲的吳彦妮她在場上 是經常掛著笑容幾副感染力 賽場上的她一下手會指天空 一下比愛心 給人古靈精怪的喜感 成為不少人口中的田徑女神 那麼在杭州亞運開賽前 吳彦妮她就已經手握8份的代言合同 代言包括汽車、AI軟體、運動內衣、 瑞幸咖啡還有LV等大品牌 是亞運前曝光度最高的選手之一 那麼吳彦妮她很特別的是 她非常的自信和外向 她經常會對著鏡頭說 我就是很棒很強 就是希望可以引起很多人的關注 但在不少人眼裡 這樣恰恰都是很刺眼的 認為優秀的運動員不應該那麼的張揚 批評吳彦妮就是狂妄自大 那麼同樣成為大陸話題女王的 還有代表香港參加第61屆 國際小姐競選的模特兒梁婷欣 為什麼 因為她最近是公開了一組 民族服飾的照片 引起兩極的反應 被毒蛇網民嘲笑 很像天津東菜 梁婷欣這條衣服她的底色是黑色的 上頭有不少的亮片來裝飾 肩膀上有香港兩個字 裙擺是以盪布招牌改成比賽地點東京 再加上了麻雀夜景還有繁體字 雙喜是百分之百的香港風 但很可惜這些元素湊在一起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 是有人讚賞服裝有創意 但更多的是毒蛇批評 大陸的文藝娛樂市場 從今年開始復甦了 像上半年的娛樂性演出 有將近20萬場增加了4倍 各地市搶辦音樂節 帶動當地的文娛消費 不過電影市場方面就比較冷清了 所以電影院為了要增加營收 就採取複合式的經營 加入劇本沙還有VR體驗 樂團高歌炒熱氣氛 底下觀眾揮舞螢光棒 高舉手機錄影 這場辦在江蘇揚州的 瓜州音樂節 一共兩個大舞台 招了26組樂團輪番上場 兩天下來吸引近6萬樂迷 那整個的售票收入呢 是接近1500萬 這麼一個水平 除了這個售票收入之外 還帶動了周邊的露營 餐飲 住宿 包括一些產品的展示的銷售 今天年輕人很多都在 現場進行體驗 同樣也在江蘇 甚至是同一個週末 在長洲也有一場盲盒音樂節 人氣不輸 有5萬多月迷共襄盛舉 說實話是我第一次來的音樂節 我感覺挺OK的 音樂節首先就是 它有它的流量IP在裡面 它能帶動更多的消費 經濟刺激 各地方搶著辦音樂節 大陸今年演出市場大爆發 光是上半年不包含 在娛樂場所內的營業性演出 高達19.33萬場 較去年增長四倍 演出票房收入人民幣 167.93億 是去年的6.7倍 我們的這麼多的月迷 百分之五十左右的是 來自我們省外的遊客 停留的概率達到了百分之七十九 那麼這這麼多的遊客量 應該說能夠有效拉升我們 瓜州 寒江 乃至揚州 我們各方面吃住行 有夠雨的一個消費 音樂節帶來的經濟效益 不只是演出的票務收入 還帶動整個地方文娛消費 譬如江蘇揚州的 瓜州音樂節舉辦地點周邊 就搭起錄影帳篷 住宿的話 比平時大概上場有三倍 年輕人更傾向於戶外 我們把天幕支起來 然後把這個錄音的裝備搞起來 然後再做一個燒烤 這樣的話 就是這個氛圍會比較好 當地的旅遊觀光 因此受到激勵 音樂節舉辦期間 飯店住房率大幅提升 我們的這個房間的出租率 也達到了將近百分之九十左右 我們的音樂節的這樣的一些啟動呢 也讓我們的客人 除了這個恐龍園之外 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遊玩的選擇 辦在大陸二三線城市 能有這樣的成績 大城市收穫更驚人 今年四月底五月初 北京的草莓音樂節 就讓舉辦地市園公園 周邊飯店預定量 比疫情前 2019年增加18倍 周邊消費板塊來講的話 我們有一個大概的數據 應該是1比3.4左右的一個消費 舉例來講 就一個用戶在音樂節 消費一塊錢 那可能在廠外消費是3.4塊錢 除了住宿參加音樂節 少不了大家要吃吃喝喝 搭配設置的市集 攤商也是受惠者 日營業額其實是高到 基本上兩倍左右的 這樣的一個營業額 擺脫防疫後 演出市場復蘇強勁 而另一個在疫情間 也是大受影響的電影市場 在剛剛過去的大陸 國慶黨票房 卻不勝理想 人民幣27.34億的票房 年增83% 但遠遠不及疫情前 2019年的人民幣44.66億 今年的國慶黨電影 類型多樣化是一大特點 還帶了債徵 愛情 喜劇 動作和動畫等多種類型 即便延續暑期黨策略 12部芯片集中上映 但電影故事卻不夠有吸引力 票房落空 大陸影院急於逆轉業績 從疫情之後 不少朝向複合式經營 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 更多的都是沉默著 看著螢幕上的故事 那我們看完了之後 再來到劇本沙店裡面 就變成了我們交互的體驗 去交流溝通 甚至是擴展這個故事 看完電影 接著像是生離奇境般 投入影院的劇本沙市 影院推出的劇本沙 一個月下來 至少為影院多出人民幣 4到5萬的營業額 另外還有VR體驗室 我們主要是利用影院的 一些空宜場地 然後再給客人多一些其他 就是原先電影以外的選擇 影院不再只是單純看電影 市場齊齊落落 復蘇不穩定 業者只好想辦法 多元化經營 撐過票房 平淡期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美國好萊塢 美國好萊塢的震撼彈 被視為銀色情侶黨的 威爾史密斯夫婦 早在奧斯卡頒獎典禮 威爾史密斯為了妻子出氣 甩巴掌之前傳出 就已經分居多年了 我們交給記者洪怡婷 好的美國男性威爾史密斯 在去年的奧斯卡典禮上 因為不滿妻子傑達平基 史密斯遭到調侃 公然掌過克里斯洛特引起外界 嘩然 這對好萊塢驕傲的婚姻 也受到強烈的關注 然而他的妻子 在國外專訪中透露 他與威爾史密斯 其實在2016年起就已經分居了 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 只差沒有離婚證書 傑達在專訪中 宣傳了他的新回憶錄 並且透露 其實兩人早已累到不想再試 只是維持法律上的婚姻關係 主持人問及為何要選擇隱瞞分居的消息 傑達平基史密斯回答說 他們只是還沒準備好 並且仍在試圖弄清楚 該怎樣建立關係 沒有想到看似恩愛的夫妻黨 竟拋出這顆整寒淡 以上的威爾資訊 為了要對抗氣候變遷 全球32個島國出席在印尼 舉辦的高峰會 國家包含了聖露西亞 萬納度 日本還有英國 這次會議的主題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秉持 團結平等跟包容的原則 作為合作的共同基礎 在會中也簽署了共同宣言 呼籲各國要優先考慮 氣候變遷減緩 適應跟災害管理 還有海洋環境保護 一起強化對抗氣候威脅上的 團結跟合作 以落實良善的海洋治理 而確實呢 極端氣候的問題非常嚴重 像是從北非克麥隆 南美洲的玻利維亞到緬甸 都出現了暴雨洪災 科學家就警告了 全球氣溫只要比工業化前 上升攝氏兩度 就有數億人會面臨致命的威脅 而另一份報告就指出 今年席捲南美洲的熱浪 是由人為氣候變遷所導致的 屋定泳池密密麻麻的人群 擠得跟下水餃一樣 今年8月到9月 南美洲遭強烈熱浪席捲 導致部分地區在東末初春 就熱破40度 世界氣候歸因組織 在週二宣布 背後的主要推手 就是全球暖化 研究指出 雖然今年聲音現象回歸 也會導致氣溫升高 但與暖化相比 卻只是次要因素 這段期間 南美洲最大臣聖保羅 至少出現了四起高溫死亡 但實際數字還需要幾個月 才能確定 代表數字可能更高 全球在不斷生產和燃燒化石燃料下 一較工業化前升溫1.2度 科學家警告一旦升幅達2度 全球將有7.5億人口 每年面臨一周的致命食熱威脅 而若突破三度 時間範圍則拉長至一個月 擴及15億人口 但不用等到全球失控升溫 極端災情已經無所不在 河岸的民宅倒塌全部落入河中 另一頭還有大水不斷入侵 波利維亞的拉巴斯8號降下暴雨 引發洪水 當地一所學校的操場 教室通通被淹沒 緬甸南部也遭豪雨侵襲 最大層仰光附近的城鎮博固 連續三天泡在水中 街上民眾在水深急腰的洪水中跋涉 還有人把輪胎充當救生圈浮在水上 當地媒體指出 博固在一天內降下200毫米的雨量 創下59年最高紀錄 已造成近2萬人流離失所 同樣的暴雨洪災也出現在北非喀麥隆 豪雨引發的土石流 將許多建築物沖毀 當局表示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 50人受傷 北方的利比亞則在今年9月碰上 造成數千人死亡的嚴重洪患 一個月過去 重災區德納市仍舊一片狼藉 一群年輕人組成志工團隊 拿起鏟子協助災民重建家園 雖然利比亞當局已分配大量預算 承諾重建災區 但國內混亂的政治局勢 卻導致計劃至今尚未啟動 不少居民仍承受著失去親人與財產的 巨大痛苦 神溫使得全球暴雨情形更加普遍嚴重 中國當局推估今年前9個月 颱風土石流等自然災害造成的直接精損達3千億人民幣 並且影響超過八千九百萬人 然而除了氣候 另一個緊中是植物多樣性 英國科學家10日新報告指出 世界有超過75%還沒被發現的植物 已瀕臨滅絕 也有近一半已知的開花植物 面臨同樣的威脅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氣地喪失 至於氣候變遷是否也是因素之一 目前還沒有足夠的數據納入風險評估 TVB的新聞總和報導 回到台灣來看 這個高溫是機器設備故障導致的 這是在台南的游泳池 游泳池裡面的溫度顯示99.9度 讓遊客看了嚇得不敢下水 進到飯店附設的無邊際泳池景色超美 不過到水療池區 遊客抬頭一看奇怪 儀表板上高溫池顯示99.9度 人都快要煮熟了 接近100度快要沸騰都可以煮火鍋了 遊客看了嚇傻 消沉客人一泡下去不就成了熟客 因為整個人都被煮熟了 一名壯丁出於好奇伸腳試試 還好 不會 可是怎樣 如果還適中 還蠻舒服的 應該是面板故障 對啊 實際上它是水溫是還算正 幸好沒事 原來是溫度顯示的儀表板故障 溫度並非真的這麼高 事發就在台南安平一間飯店 主打高樓無邊際泳池 旅客入住幾乎都會來奏訪 還有附設SPA3溫暖 五池水療池不同功能 還分高低溫 溫度都標在面板上 不過近期發生故障 高溫池物標為99.9度 業者拿溫度計實際測量 池內約38.6度 不會燙人 它的那個顯示儀表板快遇上了 那我們之前也有跟我們的廠商 做一個通報的動作 但因為廠商說它的那個儀表板的器材 需要國外進口已經掉進來 所以它目前還在掉進過中 儀表板零件要從國外進口相當費時 廠商還沒來修 不過故障已久 卻沒寫告示牌提醒顧客意外引起話題 PVBS新聞過手插談談報道 美國汽車業最近掀起了罷工行動 汽車工人聯合會跟底特律汽車三巨頭的 勞資談判進入第四周了 而現在福特衛在肯塔基州的卡車廠 也加入這次的行動 而這也是自9月中旬工會啟動罷工以來 規模最大的一次 而這座工廠的員工人數有超過8000人 營收高達了250億美元台幣8000億 也佔福特全球營收的六分之一 所以現在停工恐怕會對福特造成重大影響 也導致其他工廠面臨裁員的連鎖效應 而至於台灣的汽車界 電動車是時事所趨 向國產品牌就推出首輛純電修旅 當中有一款車型價格是百萬有找 預估在明年1月就會正式交車 百貨開幕時執行長顏程力連登場 最大亮點是搭乘自家電動休旅車 因為還沒上市算是首度亮相 但當時出現不到一分鐘就快閃開走 如今終於可以盡聲觀看 我現在這台車就是國內首輛的純電休旅 最大亮點也就是它的內裝 也首度曝光帶大家來看 也就是它有中控螢幕15.6吋 而且要方便駕駛操作以及觀看 外觀和先前預測沒有太大差異 亮點包含最高505公里續航里程 以及0百加速7秒內性能 充電時間30分鐘可充到80% 大家最在乎的價格 其中一款五人純粹版打出百萬有找 大概會在11 12月開始慢慢拉量生產 預計大概是1月中下旬之後 會開始陸續交車給我們的 這個第一波所入主的這些車主 用價格當競爭力 而這台Luxgen N7 也就是去年登場的Model C量產版 趕在今年科技日前 鴻海釋出預告影片 Model N是全新電動物流車 從影片中推測 車廂有巧思 採用電捲門開啟 還有Model B量產版電車 影片也最新釋出 將以不同姿態再度登場 外傳 揮達執行長黃仁勳 也將現身站台 有望宣布雙邊合作 還有日媒報導 Toyota將開發BZ系列 最小跨界純電休旅 外界推估車身長度 約3700毫米左右 轉彎半徑小適合台灣環境 而且價格很親民 推估只要新台幣50萬 未來你會發現 越來越多性能的電動車 就像跑車 然後像房車型的電動車 這些也都會成為市場的主力 電車時代來臨 比性能比外觀 價格更是搶單重點 特別新聞網上趙慧先 台幡報導 關於國造潛艦的洩密案 立委馬文君 被很多人質疑 而在今天的臨時動議上 民進黨就強制 希望能夠訂定一個保密切結書 堪稱是馬文君條款 不過這也引發 藍營的立委不滿 拍桌對罵 不應該在臉書或個人社群媒體 公開機密會議的內容 王定宇我就說你 藍綠立委拍桌對罵 就是因為國民黨立委 馬文君被只參與 潛艦國造專案匯報時 沒簽保密切結書 引發洩密疑慮 立委們出招臨時提案 定內規強制簽保密切結書 我告訴你們不應 我要求加入大嘴巴條款 我要求加入大嘴巴條款 我的大嘴巴都應該要把他閉嘴 謝謝 不甘示弱反槍在場的 綠委王定宇 因為這條款堪稱馬文君條款 破天荒指參與秘密會議 名列禁止吸入行動電話 韓本院的二哥大 還要接受電子探測 還說要簽句保密切結書 綠委群起圍攻 倒是馬文君本人這天缺席委員會 現在已經檢調已經有出面了 我管我個人不再對這件事情 做任何一個評論 因為現在大家都有各自的所值的言論 國防部長不願再多做評論 只要有關潛艦國造案 通通說交給檢調 只是國防部現在第一預備金的爭議 特定軍備可先斬後奏 就連自己人 他幹嘛要把這兩個掛在一起 那個繞台 他自己走到死扶桶裡面 因為金的動用 他有他規定的程序的 國防部不會想說 借這個理由 在裡面穿插一些 不應該有的東西 把它附在裡面 所以一定按照合余程序 畢竟都是納稅人的錢 一分一毫 可不得馬虎 TVB的李靖雯一綜合台北載坊報道 藍白河現在有了重大的進展了 現在確定呢 民眾黨部分會派出 柯文哲的競選總幹事黃珊珊 來跟侯伴的執行長金普聰會面 日期就定在10月14日 而且為了避免爭端 雙方的會談內容 將會全程錄影 主席對主席有整合的默契 近前天侯正營拋出14號起 磋商由幕僚先行 柯金辦也給出明確回應 決定在14號的下午 雙方的幕僚會先針對這個 藍白河的議題 來進行幕僚作業的討論 討論藍白河雙方的磋商組合 民眾黨代表是競選總幹事 黃珊珊科辦主任周俞修 藍營這方則是由侯伴執行長金普聰 與黨秘書長黃建廷 14號下午2點半的會談 為求公開透明 除了前後都有記者會 及時轉述內容 內部也將全程錄影 若遇到爭議才不會有理說不清 今天因為早上會議之後 我們就透過了管道 來跟侯伴這邊來表達這個議員 會針對民調跟辯論的形式來進行討論 侯正寅則回應不預設主題 要談什麼都行 盡可能釋出最大善意 像是昔日與柯文哲 角逐市長的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 就舉這件事為例 2014年度全台灣被霸凌最慘的是我 照理講我應該是最反對的 我應該是看到他就像貓他兩拳的人 這不叫做誠意這叫什麼 忍住想貓兩拳的私欲全是為了大局 但如今才與民眾黨建立些微默契 自己人卻已否認支持統一 使得大陸國台辦不開心痛批破壞互信 我們國民黨的黨綱 黨章都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是反對台獨的政黨 讓我們親美 有日 和路 這樣的一個立場從來沒有改變 試圖與美日中三方保持等聚 但想面面俱到何其容易 想到癞蛤蟆這個動物 您知道這三個字要怎麼寫嗎 中間的蛤字很多人會寫一個重步 加一個合作的和 不就有國文老師出面解釋了 這中間的字應該要寫成蝦子的蝦 你以前學的時候 你可能都會怎麼寫癞蛤蟆 拿起筆寫癞蛤蟆突然覺得難 是這樣吧 馬呢 馬 馬 忘記了 國中課本有教 但寫起來就是很扁扭 有人寫從字邊加上和 從字邊加上為什麼的 但其實教育部詞點上中間的蛤 要搜蟲加和是找不到這個詞的 中間的字形是蝦子的蝦 為什麼是蝦子蝦 民眾也覺得有點蝦 國文老師也說 若是要指癞蛤蟆 就是要這個蝦才正確 這個又跟自然有點關係 就是通常我們的俗言講癞蛤蟆 想吃天鵝肉 有另外一種也是兩棲動物 它叫做蛤蟆 但是蛤蟆的蛤就可以寫那個格裡的格 另外還有這個和別人起了口角 在教育部的重編詞典修訂本上面寫的是口角 其實是過去的讀音 簡編本上面寫的是口角 另外一個東西也叫口角 牛仔褲變牛子褲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不要亂改 也有學生家長看到孩子課本上很多讀音和他印象中不同 像是畫陀 同完結 搶詞 奪理 雲目混珠 揭霸 國文老師也說 確實要常常查字典 以前的多音讀法 目前現行都是使用單一讀音 我們一般都會建議學生要去使用簡編本 自音自行要寫的正確 還是得多練習 常常上網查 更新腦袋裡的資料庫才不會搞錯 鐵編新聞是某杰草政人 台北採訪報導 台南歸人的總鋪師伴桌活動 因為疫情停辦三年 但下個月要重新回歸了 洗開90桌 開賣半小時就瞬間秒殺 又是大草蝦 還有大拼盤 佛跳牆 魚肉海鮮 通通都有 滿滿一桌十道菜 都是歸人在地的棕鋪塞料理 集結大廚門的手藝 回饋在地商民 超澎湃的桌菜 只要4000塊 11號上午9點開賣時間一到 區公所訂購的窗口 擠滿人潮 排了長長的隊伍 全為了訂桌而來 現場和網路同步開始預約 短短半個小時 90桌 一下子訂光光 多民眾大概8點不到 就來這邊排隊 那我們也很順利的 大概差不多9點半左右 把所有的報名程序 都來做完成 台南歸人 被稱作棕鋪塞的顧家 過去每年都會板得一次 這三年受到疫情停辦 今年恢復舉行 加上通膨萬物皆掌 像這樣子的桌菜 在外面的飯店 動輒萬元起跳 現在只要4000塊 就能品嘗到古早味料理 我們公所今年 就藉著這個 軍方的一個補助 那我們來做一個 副辦的動作 沒塞了一些 家傳的一個區樓才衣之外 那我們也結合當地 包括我們的筍肝 由於場地還有補助經費有限 區公所說了 不會再加桌 也就是說 今年手腳賣了點 沒訂到的民眾 只能期待下一次了 TVBS新聞顧首長 排台報導 再來關心是心理健康 其實心理疾病 跟情緒障礙的困擾 不只會發生在成年人身上 統計就顯示 美國6到17歲的青少年 每六個人當中 就有一個人 受到心理疾病所苦 所以醫師就建議了 家長可以在晚餐時間 培養孩子的心情交流 和學生擁抱合照 英國薩塞克斯公爵 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 10號造訪 紐約布魯克林區 一家職業學校 就是兩人從5月份 在紐約發生 狗仔飛車追逐事件後 首次回到這裡 親自主持基金會活動 宣導年輕人在數位時代下 如何維持心理健康 所以我們看過社交媒體 和網絡 我們必須要改善 保證那些車 我們正在改善時間 因為人們受傷 特別是孩子們死亡 我們如何處理這個 10月10號是世界心理健康日 1992年 由當時的美國第一夫人 羅莎琳·卡特提出 希望各年齡層 都能得到心理健康問題的重視 五毒有偶 哈利匈嫂 英國威爾斯親王 威廉和王妃凱特 也在博明喊出席相關活動 威廉各以自身經驗 鼓勵年輕人 適時排解壓力 不要被網絡和社群媒體 影響心情 心理問題 情緒障礙並不是成年人 才會有的困擾 根據美國非營利組織 全國精神疾病聯盟統計 全美6到17歲的青少年族群 每6人中就有1人患有心理疾病 研究顯示 約有半數的心理疾病 會在14歲左右發生 由於行為改變 都是青少年最早的相關徵兆 建議家長可以多利用晚餐時間 培養孩子習慣開口 讓情緒有機會抒發 開放式的問句 讓孩子不受限地分享心情 家長同時也可以訴說 自己一天的大小事 讓孩子知道大人 也會有不開心的時候 重點是要知道如何排解 確保孩子和同儕之間的良好互動 也是青少年階段 維持心理健康的關鍵 如果一個孩子 感覺像他們在參與 他們在聯繫 他們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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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家的環境 他們會更肯定 健康的健康 或更加壓力 然而大環境的衝擊 讓孩子們被迫 面對前所未有的壓力 一份聯合國報告顯示 2016到2021年間 由於氣候變遷加劇 平均每天約有2萬名兒童 被迫離開家園 住在印度新德里的這對小姐妹 去年7月 家園遭到水災重創 至今只能在克難搭建的小屋內生活 姐妹倆沒有書桌 只能在地上作畫 同言同語 讓人相當心疼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擔心 因隨著氣候變遷加劇 全球各地的極端天氣災害頻率增加 未來將有更多的孩童 因此流離失所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呼籲這份報告指示冰山一角 各國必須努力確保氣候資金能送往受災嚴重的國家 保護尤其脆弱的兒童 對父母親來說 離鄉背井已經夠辛苦了 孩子也要一起經歷這些 讓他們更加心痛 很多人都會感受到 孩子們的生活 最多的壓力 他們最多的壓力 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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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 在過去十年 經歷衝突的國家中 有五分之一的人 患有精神健康問題 在世界心理健康日 重視孩子的情緒壓力 適當的引導 紓壓排解 是已經成為大人的我們 不可忽略的課題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城市集中 從中的日常 進行 藏制人 適當 詳細 是 有 記者 詳細 記者 記者